其实这一次当然中央的评估是西洋双北整个升到三级的警戒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北北基宜是一个大共同的生活签 像万华的个案很多筛检出来都在新北市 有的是居住新北市 工作不一定在新北市 所以其实大家都命不可分 尤其从上次诺夫特所有基因的系列的比对出来 双北跟桃园也命不可分 所以为了让黄毅如果能够前面的戒备滴水不漏 我在这里其实很诚可的建议 中央升级三级警戒应该把桃园跟基隆一起纳入 不要等疫情不断扩散以后再升三级 因为北台湾其实大都是一个共同的生活签 共同的生活签 所以北北基宜如果能够同时一起升三级 大家一起共同面对 比未来万力扩散出去以后再升 其实难免如果不赶快把这个状况提升的时候 万力扩充出去 那再升级其实有时候为时已晚 所以还是再度的呼应 有时候扩大管制 这个部分看到未来的走向 我们就要及早做准备把伤害降到最低 中央在第四级曾经有这样一个指引 他说本土病例快速增加 14天内每入确诊100例 就像今天本土确诊180例 如果我们14天不断的联系 有这种状况出现 那所有的跨县市不单只有新北市 包括台北市其他的县市该封就要封 所以新北市一直提醒大家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快速的赌注 像一天就有一百多个确诊 除夕不守得住的话 我们面临的下一个阶段 就是整个区域的封锁 那这个部分我们用最快打算 用最快速最充分的准备 来面临这一波传播速度之快的社区感染 所以我相信只要大家前心前力的备战 就不一定要走到空城最糟糕的这一步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充分的准备 做最快的打算 其实我一直还是为大家原则上外戴 不要在餐厅共识 尤其夜市小吃店 一定要落实隔板并采棉花座 而且要保持社交距离 做不到 你一定要请我们的客户民众们外带 要落实整个防疫的作为 所以今天我们一公布 我特别针对几个新北市的大型的夜市 都有意义的做要求 我们为一个夜市非常的配合 即日起全部停止营业 他们认为没有办法做到 就全部停止营业 我也在这里呼吁 我们的餐饮场所 包括夜市小吃店 如果没有办法落实做到 米花座隔板社交距离十年制 那你就采取外带 如果你这么做 我们进行严格查查 希望大家在严格查查底下 一定要征照职位来做 如果做不到 那你就暂停营业 10月11到1月28号 半天所有业者们共体时间 双北捷运跟公车 用电子票证的记名制的方式 来录时管控所有人进出的 整个十年制的方式 活动全面暂停 全面暂停 学校的基本上课维持 基本照顾维持 其余的活动全部停止 西北市的公园 大型公园 如果无法管控人潮 像熊活生公园 我们就极度期停止开放 其他公园 游戏契技术 良田加强清销 如果有效管控人流 必要时还是会关闭 双北的捷运跟公车 鼓励大家用电子票证的记名制 希望大家拿电子票证的记名制 来使用 这部分是鼓励的 宿如从下旅单一 启动分阻 分区的办公 至于宿如大楼 各区工手 宿所属的各机关 办公查手等 洽工 人流管控 区分 办公 以为您的服务区 洽工民众暂停进入办公区 为您服务鼓励线上申办 大楼出入 六十十年制 免入检讨 增加清销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应变中心 跟中央的指引 特别借线上直播 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做报告 期待市民朋友 大家能够共体时间 全面防疫 而且不管是中央 不管是地方 以及其他的邻近各县市 我们都同心其力 尤其这一次 我们新北市跟台北市 同时升为三级 我也跟科资团 大家都有共同用电话讨论 我们大家一起 携手合作 跟中央 全力抗议 希望我们大家同心其力 能够有效地把疫情控制住 好 谢谢大家 不然媒体有没有什么要提问的 好我们谢谢市长说明了新北市第三集的警戒准则 那目前呢 我们掌握了一些题目哦 我先来第一批 自由时报 玉华 市府目前掌握的确诊人数 居家居检的人数 以前 目前筛减战 规划的进度 还有区域 好 谢谢 我想这个部分 特别跟我们的视频朋友报告 因为今天中央CDC 下两点才会正式公布 因为根据早上我们的了解 今天有180个个案 这180个个案 有多少 在疫调过程当中 死于新北市 死于台北市的 尤其这一次的筛检 大部分都是以万华区域 在筛检过程出来的 到底公布有新北市有多少 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做完整的疫调 等疫调出来的时候 那个数据更会精准 至于有关新北市 在所有的相关的医疗准备方面上 我们也准备了两个医院 有状况 包括危险区域 我们会去做筛检 以及 我们也准备好 所有的专属病房 征用的 还有包括 我们所有的医疗配备 我们都已经谈点完毕 如果需要 我也可以把视镜 再跟各位做个报告 一 借 root Hence 有点 棉花 centers 得 约 生 得 面 大